去过中国北京的外国人常说 不到长城非好汉 不吃烤鸭真遗憾 北京烤鸭是明朝的宫廷食品 到今天已经有三四百多年的历史了 明朝的时候宫廷的厨师把生长在南京河里的鸭子 放在火上做成烤鸭 烤熟以后的鸭子又香又脆 虽然很肥但是一点不腻 后来明朝的首都从南京搬到北京 烤鸭的技术也从南京带到了北京 厨师用北京的甜鸭做的烤鸭 皮很薄肉非常嫩更加好吃 北京烤鸭很快变成北方一道名菜 去过中国北京的外国人常说 不到长城飞好汉 不吃烤鸭真遗憾 长城 飞 烤鸭 一汉 北京烤鸭是明朝的宫廷食品 到今天已经有三四百多年的历史了 明朝的时候 明朝的时候宫廷的厨师把生长在南京河里的鸭子 厨师 放在火上 做成烤鸭 火 烤鸭 烤熟以后的鸭子又香又脆 香 脆 虽然很肥 虽然很肥 但是一点不腻 腻 腻 后来 明朝的首都 从南京搬到北京 首都 烤鸭 烤鸭的技术 也从南京带到了北京 技术 厨师用北京的甜鸭 做的烤鸭 比很薄 肉非常嫩 更加好吃 薄 非 嫩 更加 北京烤鸭 北京烤鸭 很快变成 北方一道明菜 明菜 明朝 宫廷 非 烤鸭 遗憾 潮